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上星期病了我就沒有拍片 然後現在聲音未完全翻回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這條片很慘愧 我由5月一直想拍 中間又有些新的產品想試、分享 一直拖到現在10月終於可以拍了 那就是我的防曬review 有哪一支好用、有哪一支我喜歡 用上的感受是怎樣 今天這條片全部會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了 儲一下儲一下,今年用的防曬是兩隻手都拿不完 我就會分門別類 有保濕、有滋潤、還有有潤色 這三款我會覺得是比較偏向保濕型 它是DOTAWU的全日保濕防曬與 SPF50加、PA3加 是我今年非常喜歡的一款 因為質地很水 它推開了,完全不會有任何負擔感 有點涼涼的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擦脂膠碎 沒有任何黏黏、焗促的感覺 而它的價錢是250元左右 它是35ml 這一款我再試一次給大家看看 就算我疊加上它 然後一推 看不看它好像推了一些水 是令你夏天有一個保濕感很舒服的存在 第二款是ZOOM 37 微細緩活保濕防曬精華 SPF50加、PA4加 可以看到它是像Lotion狀 然後也是很輕透 很容易推、很容易吸收 比起剛才的DOTAWU 它的保濕感會再強一點 像一個保濕的精華 但又是完全不焗促 它沒有DOTAWU的那麼清爽 是有一種柔軟了皮膚的感覺 這個是300元50ml的 我會塗完精華 直接當它是Lotion 再加上防曬的時候用 是非常之好 很適合坐在辦公室 長期有冷氣的時候用它 第三款是我在韓國買的 這個是RUNNAB 應該很有名 因為很多人都說很好用 第一位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來 這款是SPF50加、PA4加 看起來很稠 但推開一樣很好推 推開之後 感覺到皮膚有存在感 它不是完全清爽 但保濕感應該是很喜歡的 它可以做冷液防曬 用完通拿 只塗它保濕力是足夠的 但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它比較白 然後可能我又比較黑 然後就算它不反白也好 我流汗它是會流白汗的 有些魚白色的小水點 是會令我有點尷尬的 所以就要留意用量 不要塗那麼厚 它的價錢 我沒有記錯是大約200港元左右 我在韓國的Olivian買是50ml的 這款我覺得是香港夏天乾機才用到 如果你是油機、混合機的話 秋冬你會喜歡的 因為它其實都很舒服的 它是一個臉霜的質地 但是它也不會黏的 只不過它是有一個保濕 有一點滋潤感在上面 如果不流白汗 我覺得它是非常之高分的 到這一款 它是Clay Deport的全校收護 細胞防曬乳霜 SPF50加 PA4加 它的質地有一點像一個很油滑 一個精華的臉霜 推開後 你會看到是像Skin Care 然後它不會泛白 但是會令到皮膚有一個光澤 它不是油滑的 不過它的滋潤感會全日 都會感受到 所以它在夏天 然後這麼炎熱的天氣 它會像一個秋冬的臉霜 一直在臉上 是有一點點焗促的感覺 就算我是乾肌、輕熟肌 我都覺得它在夏天太多了 真的用不到一個這麼滋潤的防曬 這個我在日本買的 如果在香港買 這一支是50g 是800元 我就不覺得 它真的要800元也要沖的地步 我就覺得還好 然後另一款 也是一個滋潤型的防曬 就是它 和這個也是Sung San 17的 它的名字叫做 流金素亡抗藍光 原諒防曬雨 SPF50加 PA4加 擠出來 都是比較像一個霜霜狀 又是退開 很柔滑的 比起剛才Clay Deport 它會挺身一點 你看到這樣推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提亮 又是未去到反白的 你會看到 比起我另外一隻手 它會有一個提亮感 有一個挺重的滋潤感 所以這款我媽媽是喜歡 一個成熟肌 乾肌的人士 和冬天用 她是覺得非常足夠滋潤感 但是夏天 又是她太過滋潤了 我自己是用不到的 就算我媽媽 她出去行山那些 她都用不到這麼滋潤的 這個就是冬天限定 如果你說夏天 我絕對是喜歡她這一款 白色的 差點忘記說價錢了 它是440元50ml的 然後下一款 就是由今年推出到現在 很多人問我 小星塵 Star Retail的全物理防曬 這個叫做 Wonder Perfect Nude 是SPF50PA3的家 然後另一款是 Dreamy Purple Noon SPF40PA3的家 以一個這麼高系數的物理防曬來說 它的質地是非常好的 因為它擠出來 你會看到很容易退開 但是都看到了 對於我這個健康膚色的人來說 它是很白 我有白皮膚的朋友是很喜歡用它的 因為它是有遮瑕度 可以做到均勻膚色 是有少少像粉底的感覺 但是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白的粉底 紫色這個一樣的 它會沒有肉色這麼厲害 但是我都覺得它是偏白的 可不可以出一個 適合健康膚色的顏色 這個它的質地是很好的 你看到完全清爽 不用定妝的 如果你是白皮膚 你想去做運動 或者那天你不想用粉底的話 你是可以用它去做一個底妝的 不會厚 不會焗 不會悶 是一個很舒服的 純粹顏色 不適合 如果另一個的話 也是可以做到少少調色 就會是MAKE UP FOREVER的 一個UV PROTECTOR STEP ONE PRIMER 這個是SPF50加 PA3加的 它有微微的粉膚色 然後推開 不是水感 不是說延展性很高那種 它不是泛白的 你看到一邊推它慢慢吸收了 是會跟皮膚的顏色融合了 因為用了它做PLAMER 你的皮膚 你的底妝 你的磁妝度 我覺得是真的有好到的 如果你說保濕感 它們白色那支 是會更加強勁的 這個 反而是它吸收了之後 是很清爽 但是會有適量的滋潤感 不過就不會說很厲害的那種 作為一個PLAMER 一個夏天的PLAMER 我都是覺得它不錯的 其實它也有30秒的 390元 好了 接著下一個 就不如說說 MUNI 因為Serenia的MUNI 它都是偏向有少少顏色 這個包裝 首先要說一下 我跟它們說了很久了 很大舊 我是一般的 這個包裝 我覺得它是硬的 很瘋狂 我帶它去旅行就沒有那麼方便 不過我是極度無敵 喜歡這個防曬 它是這麼多支裡面 推開很薄身 然後你見到擠出來的時候 好像很白 但是你真正推開的時候 它又不會是泛白的 馬上已經是超舒服 超乾爽 不會有任何黏的感覺 不會有沉默 它也是SPF50加 PA4加 價錢是480元 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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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終於明白 為什麼我說它大舊 還有它的透明殼 這裡它擠出來 會有少少這樣 碰到 我就不太喜歡 除了包裝之外 我真的覺得它是超好用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LCX那裡試一下質地 你會一試 就立即覺得 為什麼防曬可以做到這麼薄 之後再說兩個防曬 它們的共通點就是 我喜歡它們的上一代 然後今年它們再推出 我覺得是不服的 但也都超越不到 我喜歡上一代的深 首先說了加丹尼爾 它這個叫做水潤防曬型老 是SPF50 應該是PA4個加 因為它有4顆星 這個是約200元有找 780元台幣 是有45g 所以絕對是經濟之選 它會看到比較偏奶狀 也是太多了 先抹一下 然後再多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它推開是舒服的 是薄的 那就是像一個普通的防曬 沒有辦法 它之前的水感防曬實在太驚艷了 一推開是涼滲滲 勁水 我是很喜歡 這個它是承膜 然後很舒服 它也不會黏的 還有它有個優點就是 今天這麼多支都沒有 應該沒有 因為它是有提及到 是海洋友善的 雖然我下水是不會塗防曬的 始終我也是不想影響珊瑚 但是可能我不是下水 在海邊玩一下的話 我覺得用它 我都會覺得安心一點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買的 但是就不要用它上一代的 那個預期去思考 而另一款是 Ipsa的全效底液 防曬精華箱 SPF50加 PA4加 價錢是330元30ml 我覺得它比起舊版 那個存在感會高一點 我是很喜歡它上一個版本 是很清爽、很舒服、很無感的 這個它會水潤一點 它會滋潤感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在皮膚上面 有少少的一層防曬膜的感覺 而且你會看到 如果底部我塗了很多東西 再塗它 它是會容易起到一些碎碎的 有觀眾都說它跟一些粉底會打架 所以我跟不同的粉底用過 其實是你之前的護膚品 不要用太潤了 你要吸收了 用很清爽它沒有問題的 不好意思 天開始暗了 因為我聲音中間休息了一會 我最後講完這個是雪肌精的 Clear Wellness UV 防曬精華雨 SPF 50加 PA 4加 這款是要搖 然後有腥的那種 但是擠出來它不是水的 它也是一個Lotion狀 這款我是用來塗身的 因為塗在臉上 我覺得它有少少令皮膚慢慢緊 但是塗身它又很舒服的 所以最後就是如果我記得的話 我出去就會塗身 它不會泛白的 它在身上不會很乾 然後不會流白汗 而且是不會黏 它有少少粉霧粉霧 但是就不會是很明顯一種很抗油的那種感覺 它不會令我乾肌裂了 然後中間斜乾了是沒有的 好了 那今天呢 應該真的跟大家講完十一二款的防曬了 因為我就不想講太多的成份了 你們可以去Info Box去找個名字 然後自己去看 如果再講完應該會極長 還有最重要是用落的感覺 因為就算它的成份是用到超級無的好 但是你用落是很黏很不舒服的話 我也覺得是沒有用的 總之這個就是今年我用了十幾款防曬下來的 用後感的review 一些很真實的感覺去跟大家說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參考的 我的聲音真的死了 Anyway 太暗了 整個人是黑色的了 那要結束了這條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有更多的information想知道 可以留言我們繼續交流 因為我真的怕講得太長 大家會覺得悶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如果記得的 我記得給個Like 我Subscribe這個Channel Bye Bye